华联会的领导 还有各个社团的老大哥老大爷大家好 我是多伦多父亲商会的秘书长林贤友 那今天大家在这里 应的这个华联会的通知来参加这个会议 主要就是说呼吁 因为近期的针对社会上的一些案件 频繁的发生 然后呢特别是近期有一期是针对 大家刚才都讲了是 父亲籍的老板 那个龙翔集团周若昭先生的不幸遇难 这件事情呢大家就是说特别的关注跟痛心 那由此引发呢 针对近期甚至是近一两年以来 社会整体治安的这个频繁发生 还有针对让大家都感到就是说 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都得到保障 这么一个情况下 就是大家来这里座谈 我想说的一个事情呢 就是说像各位社团的领导都说了 就是十年前的加拿大跟现在的加拿大 其实在社会治安上面 已经出现一个严重的就是不同 大家都能都能够明显的感受到 从原来大家憧憬的一个 自安稳定 国家防荣富强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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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寸的这个方向来的时候 那到现在为止 你看路市抢劫抢车 甚至抢店铺 还有单街抢车 这个频繁的事件呢 就让大家特别的感到的不安全 甚至现在就是出现命案 就是出现了人生生命的安全的问题 那我想说的一个就是说 那就是 每一件事每一个事件的背后呢 虽然是只是一个事件 但是它轻则让大家善失财产 重则呢都让大家的生命损失 甚至家庭的支离破碎 那这一每一个的事件 其实都是我们来在加拿大 不管是哪个族裔的人的 都同样面临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都是我们不可承受之重 所以我们也说 借华联会这个平台 还有借各个社团的这个声音呢 也共同向政府层面 向警察局方面呢 去呼吁呢 多考虑从司法移民 还有这个治安的这个条例上面 去从社会上整体的去 去着手考虑 提高加拿大的整体的 法律氛围跟那个安全氛围 让我们在这边 从第一代移民开始 抱着憧憬来的 到现在有在创业的 然后呢第三代在这里 有已经落地生根的 这个其实也是加拿大人 能够生活在一个安全 美丽的和谐的加拿大 谢谢大家